新奇新奇真新奇 为什么新奇呢 因为呢 以前我们大家吃泡菜 好 我们都是去韩国一定会买泡菜嘛 对不对 泡菜在这边 对不对 泡菜 泡菜竟然变成什么呢 泡菜竟然被更名为 在7月份的时候 被这个韩国政府啊 为了要跟什么 这个原因真的也蛮好笑的 他为了要跟四川的辣泡菜更名 而且说 可以就是 可以更加的广为宣传 要把这个百年历史的泡菜 更名为新奇 那新奇又是怎么来的呢 新奇呢 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韩国泡菜 上面我们都知道 韩文大家如果知道泡菜 一定都知道 如果你是韩国通的话 应该知道 韩国的泡菜韩文怎么念 大家知道吗 有人知道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新奇新奇 这是kinchi的意思 kinchi kinchi的意思 那为什么他把kinchi改成新奇呢 因为他觉得 我要跟四川的泡菜做解割 所以以后我们去买吃泡菜的时候 以后我可能去韩国整Delta病毒 因为现在韩国的Delta病毒 现在也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们现在还不能去韩国玩嘛 以后我们要去买韩国正宗泡菜 如果他会讲中文的话呢 诶 我可能要跟他说 老板我要买星奇 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怪呢 还有我们吃这个拉面泡菜 韩国人不是一定都会吃这个新拉面 或者是泡菜拉面吗 他们吃泡面一定要加星奇 像是不是有一点点怪呢 我很想吃啊 但现在没办法 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香 大家有没有看到 晚上时间快要到了 对 以后我要去买泡菜 我要叫星奇 那所以呢 这其实不是韩国政府的一次改名字 因为其实韩国政府在过去 大家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的韩国的首都就是 南韩的首都就是首尔嘛 那但是呢 他在十多年前叫做汉城 当时呢也是引起了一些就是 像这一次的 但是久而久之可能过了以后 他正名为首尔 大家现在也习惯了 但是现在泡菜变迹 现在你知道吗 在八月份的时候 已经有一位教授 他已经去青瓦台 他去青瓦台做什么 连署 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 我们旧有的百年历史文化 这个Kinch 就是Kinch 因为Kinch 如果你把这个星奇 再翻回韩文的话 变成星奇耶 这变得很奇怪 难道以后他们自己也要叫星奇吗 就是现在已经八月到 我看一下数字到八月份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有大概万人连署 到八月初的时候 已经有万人连署 在青瓦台连署 说拜托拜托 你把这个泡菜的名字 就是改回来好不好 那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泡菜对韩国人有多重要 其实不管是北韩南韩都很重要 而且要跟大家讲 他这次改名字真的是 有点大家觉得 南韩人觉得莫名其妙 大陆人也觉得莫名其妙 大陆四川人就说啦 你说这个泡菜已经都是 韩国文化的 泡菜是你们韩国的 这个正宗的文化了 以后大不了就叫高丽棒子的泡菜 韩国那个四川人就这样讲啊 四川泡菜本来就有四川泡菜的口味 韩国政府还认为觉得说 我就如果改成这个新旗 以后我要去韩国 如果他会讲中文的话 老板我要买新旗哟 这个实在是太特别了吧 对不对 好 另外呢 我还要再讲一下 泡菜的文化到底对 所谓的韩国人跟北朝鲜人 到底有多重要 要跟大家讲泡菜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如果你有看爱的迫降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 其实从百年历史来讲 因为其实在韩国 就是整个朝鲜民族 其实他们是 相对来说他们是物能为生 然后其实比较平 就是在这个肉类上面 大家应该知道 他们喜欢吃猪五花 或者是牛肉 都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他们要等到非常有 等于是说有节日的时候 才会吃肉 那泡菜等于是他们一日三餐 都一定要有的东西 如果你有看韩重的一日三餐 你有没有看到 他们一定会有水泡菜 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 你看一般的泡菜 我们去韩国的话 就是有白菜泡菜 那这个白泡菜呢 还有 这是一般的辣泡菜啦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会吃 现在你看到桌上这一块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白泡菜 白泡菜它是怎么样 像我去韩国吃的话 它有时候是一整个高丽菜这样子 让你用剪的 用剪刀剪 这个是白泡菜 而且我跟你讲 非常非常的好吃 因为吃到它的原味 另外还有这个水腌泡菜 这个就是所谓的 你们如果有看韩重一日三餐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水泡菜 它水泡菜怎么做 水泡菜就是把你现在现有的食材 然后加一些腌料 然后有清水做成的 也有辣的加腌料的 加在那个什么腌料做成的 这个就是快速的水泡菜 然后另外还有萝卜泡菜 另外呢还有 大家如果手版看不到的话 腌萝卜是一定会有的 然后还有黄瓜泡菜 另外还有萝卜叶泡菜 这个是他们非常爱吃的 那像水晶煮波 很常去韩国嘛 那他们还有什么呢 就是黄豆芽 黄豆芽在泉州是非常非常非常 就是对于韩国人来说 黄豆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未来的集数当中 我会跟大家讲 为什么黄豆芽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们还有黄豆芽泡菜 非常非常多的泡菜 这次泡菜变成新奇 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要改名呢 这个大家都已经改名 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 日本跟韩国 他们之前还有在之争你知道吗 在大概19年 19年代的时候 他们就是日本也有泡菜 韩国也有泡菜 结果他们都去申请啊 每个都去申请 一个去世界文化遺产申请 另外一个去什么 奥林匹亚的一个 亚特兰大的一个申请 大家就是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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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 食物其實很平靜 你看到石鍋拌飯裡面一定會加泡菜 我們的拉麵裡面對不對 一定吃拉麵吃泡麵 裡面也會加泡菜 泡菜鍋以後全部 以後我們要去吃泡菜火鍋 可能要變成新奇火鍋 以後要去吃這個 泡菜拉麵變成 我要吃新奇拉麵 是不是有點怪呢 而且你知道他們日本跟韓國還鬥得半死 然後去爭取了一個泡菜這兩個字 但是泡菜這兩個字 結果沒想到 為什麼 要改成新奇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當然啦我們先看一下網友的留言 現在 沒有再次拉 我現在已經開始了 現在已經都已經出來了 在直播了 這集太精彩了謝謝 另外呢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其實泡菜文化 你們知道嗎其實泡菜對於韓國人 韓國人來講或者是朝鮮民族來講 其實是很重要的 除了我剛剛講的這些泡菜 你知道其實泡菜在 整個朝鮮民族 北韓其實才是最正宗的泡菜 怎麼說呢 大家知道南韓呢因為比較先進 他們的冰箱都有兩個 因為我去我韓國泡人家 他們就是有一個泡菜冰箱 所以呢其實因為有泡菜冰箱 他們不要先進 所以他們的泡菜其實已經失去 原本的傳統的 所謂朝鮮民族 那時候南北海戰爭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他們還是統一的時候 其實 煙泡菜是他們每個婦女都要 每個婦女家家戶戶都還要做 甚至水晶主播去 現在的首爾 我甚至還有看到就是比如說我住的飯店 高樓大廈旁邊的五六樓 其實在他們的頂樓上面都有一缸一缸醃好的 像是蘿蔔泡菜啊或者是 像那個蘿蔔泡菜 那個芝麻泡菜 還有芝麻葉泡菜 然後還有就是一般的我們看到的這種泡菜 因為他們每天都要吃 那當然年輕人現在是有 年輕的韓國朋友是說 要去買就好了還要醃 但是對他們來說韓國人來說 最好吃的泡菜是媽媽做的泡菜 這是韓國人跟我講的 還有北韓是放在哪裡 如果你有看愛的破醬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孫義征他去北韓的時候 北朝鮮的時候 他們呢是放在地窖裡面 地窖裡面因為他們沒有冰箱嘛 比較落後一點點 所以放在這個地窖裡面 所以大家就說其實連南韓的這個泡是 南韓有一個泡菜研究所 南韓的泡菜研究所都告訴我們說 其實你知道嗎 這個泡菜其實最正宗 比較傳統味的還是北韓 這是南韓的泡菜研究所說的 和南韓的泡菜研究所說 台灣和泡菜研究所說的 南韓的泡菜研究所說的